我是大伟哥 大家可以看到 我和竹子已经经历了一次越迁 来到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叫贝露伯格 对吧 对的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崩坏星穷铁道 是一个穿行在宇宙中 探索多个世界的游戏 那么自然也有许多 风格迥异的世界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 介绍一下这些世界呢 可以的 就从我们的旅途起点 黑塔空间站开始说起吧 通过视频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极富未来科技感的 空间站场景 这所空间站归属于 天才俱乐部的黑塔女士 这里原本只是为了 收藏各种奇物而建造的 但据说这里还藏有 其他的一些秘密 而随着黑塔追随者们的 管理和研究 这里也逐渐变成了 一座科研基地 但我师父看到 还有敌人游离在 这个空间站内部 看来哪怕是科研基地 也并不能享受安宁的日常 没错 这些怪物是反物质军团 是毁灭命途的新神 纳鲁克的追随者 在开篇的故事当中 反物质军团入侵了空间站 造成了一系列混乱 那么在这个混乱当中 我们的开拓者 也被星河猎手所唤醒 这一幕我很有印象 就是一位优雅的女士 边说着该起床了 一边把星河塞进 我们主角的体内 是的 这位女士就是 星河猎手之一的卡夫卡 相信大家也多少能够感觉到 她是一位美丽神秘又危险的角色 人们对她所知甚少 只知道她是星河猎手的 核心成员之一 目前正被许多组织所通缉着 我看见她身边 好像还站着几个人 他们是谁 那自然就是其他的几位 星河猎手了 比如这两位 一位是将宇宙视为游戏的 超级骇客银狼 而另一位手持着 遍布破碎裂痕的骨剑 这位叫做刃 他们也将会在剧情中陆续登场 与我们的主角团 展开或敌或有的各式戏码 听起来 星河猎手 是剧情中央贯穿的 很重要的角色吗 没错的 随着开拓者们的探索 大家会逐渐发现 发生在猎车组上的 一些冒险和故事 在背后都与星河猎手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猎车组也将会在之后 与星河猎手 有着多次的交锋 那么星河猎手 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就要留给我们的开拓者 在游戏中自己挖掘了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 这个贝鲁伯格 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大伟哥可以看到 我们身后 我们有些地方 是被积雪覆盖着的 这是一颗被冰雪覆盖的星球 寒潮几乎扼杀了所有的生机 而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 依然屹立着人类最后的防线 它就叫做贝鲁伯格了 那么贝鲁伯格分为 上层区和下层区 上层区负责行政和贸易 这里的环境繁华而安宁 街边四处都是用于 预寒的加热器 人民住着在剧场门口 讨论着最近的一些剧目 而且甚至在这恶劣的天气中 上层区还有鲜花 作为奢侈品抽手 展现出的是一片 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么看来 尽管环境恶劣 贝鲁伯格也还是一个 和平的世界 但是这片繁华 却仅仅存在于上层区 下层区的话 就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地方了 它们仅仅能够通过 开采能源矿石地水 与上层区交换物资 在这里 破败的景象随处可见 秀极斑斑的管道纵横交错 开采处的地水 被随意地堆放在路边 远处通往上层区的缆车 也早早就已经停运了 以我多年的这个游戏经验 看来贝鲁伯格的故事 就要围绕着上下层的矛盾展开了 是的 大卫哥非常懂 在大守护者可可利亚 颁布的封锁令限制之下 下层区人民 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而此时反抗组织 地活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下层区的冒险当中 主角团将会遇到 地活组织的骨干希尔 她是一位在地底危险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少女 性格率真而直接 甚至可以说是有几分 粗野在里面 但是她所展现的这些 坚硬外壳 就像她手中的武器一样 只是她保护自我的一个工具 她的内心 其实还藏着一些 非常细腻敏锐的部分 只对赢得希尔信任的人 所展露 要想获得希尔的信任 我们的开拓者 还得加把劲了 那是啊 而同样需要加把劲的 还有来自于 上层区的布罗尼亚 她是下一任 贝罗伯格的大守护者 却在阴差阳错之下 随着主角团一起来到了下层区 还遇见了希尔 下一任大守护者 与地下反抗组织骨干的碰撞 想一想就觉得很有趣 没错 身为大守护者的继承人 布罗尼亚从小就被可可利亚 灌输了一个理念 就是说要维护贝罗伯格 这一方文明的存续的话 就必须牺牲下层人民的福祉 但是布罗尼亚对于母亲的 这一个教育 一直怀抱着怀疑的态度 当她阴差阳错来到下层区 被迫与主角团一起行动之后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转变呢 这个也要留给开拓者们 在游戏中自行体会 在解决了贝罗伯格的星河之后 星穷列色的下一站 就是仙洲了吧 没错 我们的下一个世界 就叫做仙洲罗浮了 仙洲联盟 其实是由好几艘仙洲 构成的银河舰团 而罗浮正是其中之一 相信各位开拓者 也可以看出来 仙洲罗浮是一个 国风科幻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我们希望开拓者们 能够在游戏中体会到 国风的人文气息 与未来科技幻想的融合 比方说 我们有在空中飞行的星茶 运送货物的机巧鸟 或者是底层 是超级计算机的占卜等等 听说在仙洲 生活着许多长生的种族 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的 仙洲上生活着三大种族 驰名族 狐族和仙洲人 驰名族长有龙角龙尾 他们天生拥有名为 云银的水魔法 凭借这一天赋 他们成为了 仙洲上生态环境的维护者 同时也是出色的医疗者 例如我们可爱的白鹿 就是一位持民族族人 虎族拥有兽耳和虎尾 天生浓缩晦 反应训捷 在银河各处 负责经营贸易网络 比如说我们的亭云小姐 她执掌着明火商会 可以说是富甲一方 以及还有外观 与普通人类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寿命却极为悠长的仙洲人 其中代表自然是我们的将军警员了 那么他们悠久的寿命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那么这就要提到一段往事了 在古老的神话时代 仙洲启航星海 其实是为了寻求长生的灵药 最终他们也终于得盼 丰饶新神药师的赐福 但是长生的果实 为仙洲人带来了 除了有极长的寿命之外 还带来了他们意想之外的 四海萧条 梨树涂炭 直到后来 寻猎新神蓝 灼断了贱物 才断绝了仙洲上的丰饶之孽 此后 仙洲便受寻猎的指引 建立了联盟 以断绝不死污染为己任 听了这么多仙洲的传闻 我也想去一探究竟了 听说我们的辛穷列车 此事是临时变更了目的地 才前往仙洲的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 是的 主角团其实是了解到 仙洲罗浮当地爆发了一场星河危机 所以才想要赶去前往提供支援 但是却发现当地的星河危机 已经被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了 因为仙洲罗浮的云旗将军 景元在危机爆发的第一时间 就做出了指示 将威胁降到了最低的程度 这也跟他一身兴奉的信条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善意者无通牌妙兽 有关吧 是的 景元认为 虽然妙计翻盘力挽狂澜 能显现出一个人的质谋 但是此时的棋局 往往已经是损失惨重 以全局之威来反称义子妙兽 是义者所不取 因此他总在尝试处下十分功夫 避免节外生枝 正因为需要考虑到的事物太过繁杂 景元总是以缺乏干净的懒惰状态出场 因此他也被人们戏称为闭目将军 但在关键时刻 景元也会展现出 他作为将军的雷霆一面 前面说的这些场景 相信之前有关注过 我们几次测试的开拓者 应该都已经比较熟悉了 那这次正式公测的1.0版本里面 有没有我们没见过的地方 那自然也是有的 在1.0版本中即将登陆的长乐天 是我们仙州罗浮上 最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这个就将与大家见面了 我看到这个地方 即便是在夜晚也灯火通明 看来是个繁华的大都市 是的 没错 长乐天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市民和商骨 所以游客们能在街边看到 各式各样具有仙州特色的店铺 我看到街边有毛笔一样的设施 这里应该是跟读书有关的地方吧 大伟哥看得很准 这里叫做三鱼书寺 在这里你可以买到罗浮上 最流行的小说画本 也能读到仙州联盟辉红的历史 在见姚轩 你也许有机会补算出自己的未来 据说那位店老板的补算结果特别的灵验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在长乐天 结识到各种各样的仙州著名 有的人在忙着发明机器人 有的人在忙着沉思哲学命题 还有人在忙着设想 十亿仙州人愿意生活在其中的幻境 如果能和他们聊聊 一定会更加了解罗浮这艘天人之州 我也对那个十亿仙州人 愿意生活在其中的幻境 很感兴趣 到时候一定要去找他聊聊 然后在长乐天远远望去 我们还可以见到 远处有一棵非常显眼的巨树 至于这棵树的由来 我们还是要稍微保持一点神秘感比较好 还是要卖一点关子 留给开拓者到游戏中去体验的嘛 你想到有如此广阔的世界 等待我们的探索 新潮不免有些澎湃 我们下期再见